嗨,我是白姐 欢迎来到白姐说古书 今天我们来解读十一季第一卷第三篇 轩辕皇帝 皇帝为什么叫轩辕呢 史记五帝本集记载 皇帝者少典之子 姓公孙,名轩辕 这说明皇帝的本名叫公孙轩辕 轩辕出自有雄之国 母曰浩叔 以物己之日生 故以土德称王爷 时有黄兴之祥 考定立记 始造书器 福年垂衣 故有滚龙之送 公孙轩辕出生在有雄部落 他的母亲叫浩叔 因为她是物己日这一天出生 这一天在五行中属土 土是黄色 公孙轩辕 以土德称王 被人们尊为皇帝 他出生的时候 天空中生起一颗黄色的星星 那是吉祥的象征 皇帝制定了立法 发明了文字和书籍 皇帝登基后 戴冠冕 穿巢服 以礼仪治理天下 皇帝的礼服被称为滚 上面绣有龙的图案 所以人们以滚龙来称颂皇帝 便成服已造周籍 水雾为之降涌 沧海为之填波 泛河沉蔽 有泽马群名 山车满野 吹玉律 正悬横 皇帝把当时人们渡河乘坐的木筏 改造成了舟船 水里的鱼都追着舟船 快速地游来游去 因为舟船比木筏 更能抗击大海的风浪 所以坐在舟船上的人 感觉大海也变得平静多了 皇帝乘船来到黄河上祭祀河神 当他把玉璧沉入水中时 河岸上出现了 大量代表吉祥的泽马 丝鸣声 此起彼伏 还有一种神秘的山车 出现在山野间 跑来跑去 皇帝命人 用玉制成乐器 还制作出观测天象的仪器 也就是魂天仪的前身 这里的山车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礼记》中记载 山车不是人类所造 而是一种自然之车 它只在太平盛世时 出现的吉祥之物 在今天的日本节日祭礼中 人们都会制造山车来游街 起初 山车是模仿大山的模样 设计而成 在古代日本的民间信仰中 大山中居住着神 人们认为神灵从天而降 并依附在山顶的树木 和严实中 至四始 以主图集 使九行之士 以统万国 九行者 孝 辞 文 信 言 忠 恭 永 义 以观天地 以辞万灵 以为 久德之臣 皇帝又设置了四个石官的职位 来掌管 和图洛书等书籍 选拔 具有九种德行的人 出来做官 帮助皇帝治理国家 这九种德行是 孝 辞 文 信 言 忠 恭 永 义 掌管天文立法 主管 祭祀的官员 也是依据 具有这九种德行的人 来担任 熏丰至 真人吉 乃艳世于 昆台之上 留其官 建 佩 欺焉 昆台者 顶湖之几郡处也 立管于旗下 地成云龙而游 书香绝育 至今望而寄焉 随着和煦的春风 那些得到的仙人们 纷纷赶来拜访皇帝 皇帝和他们 谈论修仙之道 慢慢地 皇帝开始 厌弃世俗人间 他在昆台上 升仙而去 只留下 帽子 配件 玉佩 鞋子 昆台 是顶湖山上 最险峻的地方 皇帝在那里 修建了一处宫殿 皇帝升仙后 还经常 乘着神龙 在云雾中寻游 人们至今 还在那里 祭祀他 地神经筑器 皆明提 即生辖后 群臣观其名 皆上古之字 多磨灭缺落 凡所造建 闲堪 祭其年时 此祭皆智 皇帝曾经开采铜矿 筑成一个铜顶 在顶上 雕刻了许多名文 他成仙之后 大臣们去观看 顶上的名文 发现都是上古的文字 而且 多处已经磨损 残缺不全 凡是皇帝 铸造的器物 上面都雕刻了 铸造的时间 人物和事件 赵使百辟群臣 受德教者 先列龟玉 于兰浦席上 染沉鱼之乡 充杂宝为谢 以沉鱼之交 何之为泥 以土地 分别尊卑 华荣之谓也 释出风禅祭 皇帝赵令群臣 接受德化教育的时候 会先把龟玉 排列在香草 编织的席子上 再点染沉香 把各种珠宝 捣碎成粉末 再加入沉香 和榆树胶 合成泥 吐在地上 标注尊卑 部落的位置 这些事 都记载在 《风禅记》上 《地史丰厚复书》 《长模合剑》 《但有环流》 《西归阴谱》 行万里而一息 《环流如沙尘》 足剑则陷 其身难测 大风吹沙如雾 中多神龙于鳖 皆能飞翔 皇帝出行的时候 会让大臣封后 替他背着书籍 让大臣长伯 帮他携带着宝剑 白天 他们还在巡游还水 晚上就到了阴谱 日行上万里 才休息一下 环流的表面 看起来像沙尘一样 如果一脚踩上去 就会往下陷 不知道到底有多深 大风刮过 吹起的风沙 形同雾气一样飘浮 沙盒中 还有神龙 鱼鳖飞翔 有石区青涩 尖而顺青 从风迷迷 腹漆拨上 一经百叶千年一花 其地名沙兰 岩沙涌起 而成波兰也 这里有一种青色的石荷花 质地坚硬 却很轻盈 随风飘动 荷叶覆盖在环流之上 每一株都生有上百个叶子 每千年开花一次 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名字 叫沙兰 意思是风沙汹涌 形成波兰 仙人宁峰 食飞鱼而死 二百年更生 故宁先生 游沙海七言颂云 青渠卓硕千载书 百灵赞死而飞鱼 则此花此鱼也 仙人宁峰 因为吃了飞鱼而死 过了二百年又复活 所以宁先生 在重游沙海时 做七言诗赞叹说 荷花轩艳千年盛 百岁赞死时飞鱼 说的就是 这里的花和飞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解读 十一季第一卷第四篇 绍号 我们下期再见